中国达人秀第五季已于近日宣布启动 全国各地招募也在火热进行 关于本季达人秀的梦想观察院是哪些明星担任一直成立 不久前有传赵薇将首位加盟成为观察院 虽说消息闹得沸沸扬扬 当事人始终没有正面回应 昨日正在云南拍戏的赵薇首度确认了该消息 她说因为工作原因很少有机会坐在电视前 但一直很喜欢达人秀 之前好几次在微博上被一些表演惊呆 有时候会标出来一些冷门特色劲爆的东西在微博上传播 我看这些片段的机会比较多一些 赵薇称自己很喜欢英国版达人秀 期待能看到更多精彩的达人表演 去年徐静雷曾因过于严肃遭到部分网友吐槽 而黄小明又因为放得太开被封为二哥 赵薇对自己当评委倒挺有细心 保证会很有趣 虽然有网友力挺赵薇一向日志 可也有部分网友对他的点评风格行村疑虑 据了解赵薇此番答应出山 背后也有同学黄小明的大力指见 不过导演组表示 黄赵组合应该不会出现在节目